文化和美的干警里终于要有手机讯号了 因为这个地区的民众之前抗议住家附近装了基地台 那么电信业者从善如流就直接把基地台给关了 导致上千户的居民呢 他们没有讯号 所以像是通讯软体呀 手游通通都不能玩 真的让他们动回调了 就在今天晚上他们召开了礼民大会 投票决定这基地台搬家设在别的地方 电信业者也要先开启基地台 让民众有网路可以用 最近有个杜拜女子他花了新台并1849元 上网去买了这一款超特别的蓝牙耳机商品 你看他号称说是AirPods 但是买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物品的长得虽然跟AirPods很像 但是大小几乎跟一个吹风机一样大 这名杜拜女子最近呢 在这个亚马逊购物网站上面用了1849元 买到这个AirPods 但是拆商之后他发现哦 这个巨大的AirPods虽然真的可以用 但是呢音乐播放出来反而更像是行动的蓝牙扩音器 也引起了网友热烈讨论 效率于一甲油文图丝的葡萄牙足球球星西罗 目前呢他还在进行居家隔离 不过这一段时间他可没有闲着 因为他开了一个新的账号 要教大家怎么样在家健身 能够跟他一样拥有好身材 这一男子哦 他花了这个六万块买了一台改装露营车 不过因为呢他内部出了一些问题就拿去修车厂 结果师傅就跟他说 你这个车怪怪的耶 好像是从零车改造来的 那么去咨询几个离异业者 他们也说非常像 还有人笑他说 以后你不用开冷气就会非常凉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影片 PO上网请大家来看看 结果仔细看 他发现这车子里面还真的有这个拖拉的痕迹 那怀疑呢是不是这个棺木不断的拖拉才会造成 那么里面有这黄色的枕头好像是往生者在使用的 甚至在车子前面还有保险杆都有钻孔 可能是来挂遗罩的支架钻孔 那么他就觉得说自己都被车商给骗了 买了这灵车 事后他去查证 那么得知这一辆爬山湖的箱形车呢 是在2001年出厂 那么2013年一直到2020年之间 这车量的用途到底是哪边呢 他也是找不到 那么另外再跟中国车行来查证 他们也都否认说曾经当过灵车 那么因为这车子买来之后呢 都放在家里 所以呢这个买家家里面的长辈都觉得很不高兴 觉得非常不吉利 让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大家都有在地下室停车场的停车的经验 那因为在地下室有非常多的柱子啊 所以就会有一些视觉死角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好像特别敏感 就有民众 他发现他们家社区停车场 好像是有可疑的人物出现 穿着斗篷连头也用帽子遮住 完全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 那么更让人觉得很害怕的是呢 这黑衣人是面对柱子一动也不动 这个头啊还紧紧的靠在柱子上面 那么没想到他凑近一看才发现 这个黑衣人根本就是高尔夫球带 他把这个画面给po上网 这网友看到贴文之后笑翻了 那甚至他还在这个天文里面抱怨说 真的让他吓到差点不敢回家 可以不要这样吗 好来看到平凡的便当也能变成人气美食 这是在南港有一家便当店 他把冠军食材装到便当盒里 这道招牌乌鱼籽海鲜沙拉 是用全国评鉴第一名的冠军乌鱼籽 再搭配上清脆的蔬菜 撒上特制的肯穷粉 让这海鲜沙拉的味道非常独特 而且口感相当清爽 跟台湾本土零确诊连续30天 创下了满月的记录 不只全球经验 我们的防疫成效 参与业者也纷纷推出了优惠活动 要一起来庆祝 除了要赠送日本的A5和牛 甚至还有特条饮品买一送一 让民众大战政府跟企业 一起来对抗疫情 感觉很好 中山高南下大湾路段12号 有辆冰市车是逆向奔驰在内线 所有的画面都被拍了下来 我们来先给记者顾佳真 台湾市仁德区在去年8月 发生了一起街头枪战 有两派的人马呢 因为桥赌债谈判破裂 引爆了火拼 酿成了一个人死亡 警方之前呢 都已经陆续的逮捕了6名的嫌犯 不过呢 这提供枪支的嫌犯 是逃了9个多月才被抓到